大家还记得先前有介绍过无极三主公的年度几冤试节活动吗 很抱歉时隔已久 但今天会为各位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 究竟庙里的师兄师姐是如何与妈祖结缘的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首先带大家一朗宫内庄严的身相以及画作 将情绪收拾酝酿 我们准备开始啰 听说你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能力 在二楼的我们头组那一块 上面的画都是你会画的 不敢扔对对 是这样子这个姻缘 有一天天上圣母沙玛要我说 要我绑她画三公主的画像 那我想说怎么可能 我怎么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三公主 我也不会画 但是她说你用心去想你就会画 那我想了好多天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那有一天晚上就睡不着 那睡不着的时候就动了笔 那动了笔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不是画美术的 不知道动什么笔 她要我用毛笔勾 再慢慢去把它做一个淡化的感觉 但是在画当中 那我的心灵感觉她就长相在那一种 长相那么富贵方年的一个女神这样子 就慢慢慢慢去画 将近在一个月的时间 在那个晚上都是一点起床 或到五点 在五点休息 在七点再起来上班 这样子的时间慢慢去修饰她 我也画出来不知道是对不对 但是拿在撒嬷这边来讲的话 她就是对 她就是这样子 这个机会要我动笔来跟她合 也是学着菩萨的慈悲心 她有办法那么慈悲 让人家看得很庄严 那我有这个因缘把它画出来 也是感谢撒嬷金龙太子 还有诸佛菩萨 对因为当我画好状况起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说 哇任入完成了 让我这个机会来跟神佛接应 博师姐你好 我们现在请博师姐 简单来帮我们介绍 教会来我们山竹宫的一些体悟跟感受 然后本来是因为 然后找一个有撒嬷的宫廟拜拜 那刚好姐姐在这个宫廟带着我进来 我那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工作啊 跟身体去问的事情 那事情问了以后有改善 工作也找到适合的工作 然后算到一小笔钱又买到房子 其实30年地一年内就有办法买到房子 真的是让我觉得说这什么好强好厉害 她有帮我我就会想要帮她 那也是知道说宫廷有需要要买地盖庙 那时候我就赶快打拼 我只要有业绩成交 我觉得也会去做故事跟沙马结缘 那也常常会进来 会看到沙马的做 跟沙马的修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说 她除了做众生 然后我们问世的人的事情 人跟众生都做以外 居然还有做出生道 那我就觉得很特别 一般啊 像之前我知道的大部分就是流洋狗这种四角的 是 后来我发现她连鱼虾蛤蟆螃蟹都会做 很有感应 因为真的有感应到 那很伤心就是 你的同类伙伴被吃掉那种伤痛 超感 超伤心的 那么希望是说 大众可以的话 你借不了吃全素的话 那就是看一周一天 帮帮这些众生们 少吃一点 制作的法会里面 也有一些稻米 稻米可能就是 鸡鸭鱼在吃 那又有狗饲料 那又有鱼饲料 这种做的都很普及 那真的是 蛮感动的事情啊 人 众生 连同畜生都有着 这蛮有狗的 大家好 我们也是因缘际会 然后来到三竹宫 那来了之后呢 就发现这里的人 真的很善良 很淳补 每个人都是 受到三马祖娘娘 还有众神明的帮助 那我自己也是亲身经理 我来三竹宫 也是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那比较 确切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 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 有一个家族旅游 就花蓮游玩了四天 那其实在那之前呢 神明有一直在提醒我们说 尽量要避开水 我们其实也有很注意 所以就想说 我们去花蓮的部分的话 就尽可能让小孩子 都是在饭店里面游玩 那只是我们回来的时候想说 诶 为什么同行那么多的孩子 有六个孩子 那大概就是国小到幼稚园这样子 那我的儿子是其中一位 那他回来之后呢 他的皮肤 脸上鼻子上 就是长了几个 很像小水泡的东西 那原本一开始想说 他会不会是游泳池的水 水不太干净 然后就开始找了很多间的诊所 去求诊 那这七天 其实我找了大概三四间的诊所 那每一间诊所都跟我说的状况 都是农家诊 每一间都很确切的跟我说是农家诊 那可能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皮肤的状态 去诊治这样子 后来发现到第七天 第八天的时候不太对 因为他已经从鼻子 原本一点点小水泡 弄到整个脸 包含眼睛都是了 那我就有点担心 那刚好就是有个朋友跟我说 这个可能会走神经的 这有点像带状泡疹 觉得状况好像不是太乐观 所以我们就赶快带去急诊 急诊之后呢 就医生诊断就是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状况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医院 顾了大概七天 那其实过程中 其实他也完全没有康复 但是因为病床有限 所以医院这边呢 很怕我们会二次感染 所以建议我们就是带孩子回去自己调养 两部就商量 我们还是来把它带来给三妈祖娘娘 寻一下身体 看一下是什么状况 后来才知道说 我们冒犯到了水神 那我们才回忆说 可能我们去的这四天的第一天 我们到七星函 那孩子因为他很好奇 从来没有踏过浪 所以我们在岸边呢 其实有让他踏浪这件事情 虽然他没有玩 但是他有踏到浪 那我们自己就是太舒服了 所以回来之后呢 就是审美立刻指议说 他开了福利 然后要我们到海边去取水 取很多的海水 让一个孩子可以泡在那个海水里面 我们当下懵了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住在市区 我们要怎么到海边去取这些海水 而且要足够让孩子可以浸泡在里面 而且他身上的那个伤口都还知道 就是海水其实毕竟还是很多细菌啊 所以我当下听闻其实我有点担忧 山竹宫师兄师姐真的就是这么善良 我们还在商讨要怎么去取水 那有几位师兄就 我特别的感激他们 他们自己主动就是 两三个人自己就骑到海边 最靠近的海域 然后用一个大水桶 就帮我们装了非常非常多的海水 回来宫里要给我们 师姐就跟我们说 没关系你不要运回家了 我们就在宫里面 请厨房的人去借我们一些道具 把这些水煮沸 大家就在讨论说 要怎么帮这个孩子 真的是都很困难啊 每一个环节都很不容易 那其实我当下又想说 这好不容易到这个节骨炎 那我的孩子呢 其实他七八岁这个年龄 其实他已经有一个自我的意思 他平常又特别爱漂亮 我又很担心说 会不会他不想要使用这个东西 当下就也很乖 我们就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他也愿意就泡到海水里面 那我一直中间一直安抚他 因为很担心他不想要浸泡 其实他泡进去之后 他反而不想起来 那我也觉得很感恩 那他泡完之后呢 让他擦干 那另外一个孩子是妹妹 比较小 然后他也愿意就是清洗一下 那两个孩子都梳洗完 然后带到大殿去 那还在跟神明就是指议说 我们已经帮孩子做海水的一个浸泡 还有浮令水 那其实这也很奇怪啦 因为七八岁的孩子 其实他又住了一个多礼拜的医院 其实他很多身心灵 其实是很不舒服 但他当下在大殿的时候 自己主动来告诉我说 妈妈我刚才泡完那个澡啊 我觉得我全身都很舒服 我听的时候蛮惊讶的 我说哥哥你说什么 那他又怕我听不懂 所以他自己用他自己孩子的一个想法 去跟我叙述 我是一个手机 刚才泡完海水 我就觉得我身体很舒服 就像手机充满了电 我觉得我应该三天三夜都可以不要吃饭 那我跟旁边的师姐听了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我觉得其实最神奇的是什么 当天晚上我们带孩子回家 对纱布上面的伤口面积很大 那我们又怕他二次感染 那又想说那个海水毕竟 虽然有煮沸过 可是还是很担心那个海水 会有弄到孩子的脸 但也很奇怪 隔天早上把纱布打开 要帮他换药的时候 发现整片的结痂全部掉下来 我原本还很担心想说完蛋了 会不会二度感染 当下我发现 他整块结痂掉下来之后 里面的肉全部都是粉红色的 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 实际的案例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三妈祖娘娘还有众神明 希望就是各界的信众 如果说有任何疑难杂症 说真的 三妈祖娘娘的众神明都非常的慈悲 都很希望包住我们这些众神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亲身来 来这边参拜 就会知道这个答案 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三竹宫这边参拜 但是我们也要留下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看去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